我国有接近3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 其中大概有1500万痴呆患者 而里面约有1000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78岁的于大爷便是这其中的一员 年纪大了之后 于大爷身上的各种毛病都显现了出来 三年前罹患脑梗后 整个人的行动变得没那么利索 而大约从一年前开始 他身上莫名出现了反应迟钝 整日发呆 少言寡语的症状 家人以为他是对自身疾病担心导致的 没有过多重视 没想到随着时间的发展 于大爷身上的症状越来越严重 经常出了社区就忘了回家的路 多次被邻居看见送回 家人这才意识到不对 带着于大爷去了医院 经检查 于大爷被确诊为老年痴呆 于大爷家里人很疑惑 明明给于大爷买了很多 预防老年痴呆的保健品 为什么还是会得老年痴呆 难道每个老人都会得失智症 那他自己会不会以后 也一定会得这个病 于是一生一一给于大爷家人 解说了关于老年痴呆的几大误区 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担心 请跟着我往下看 一 老年痴呆的误区 十个老人九个都不知道 一 人老必痴呆 人到老年 虽然脑细胞有不同程度的退化 导致脑功能的减退 但大多数存活脑细胞的功能 依然存在 而且 这些存活的脑细胞 有一定的代偿功能 能维持正常的精神活动 近年来研究证实 脑细胞退化到90岁左右 可以逐步停止 临床上只有4%到5%的老年人 患痴呆症 可见大多数老年人的脑功能是健康的 他们不仅能正常生活 而且还保持着一定的学习和工作能力 二 老年人记忆力不好就是痴呆 记忆可分为瞬间 近视 远是三种类型 其中近视记忆随着年龄的增长 减退较明显 而瞬间 远是记忆的减退较迟缓 因此 日常生活中 老年人对久远的事情记忆犹新 而对近期发生的事情容易遗忘 但大多数老年人的近视记忆减退程度较轻 而且会逐步停止 这些老年人虽然自敢记忆力减退 但不影响日常生活 而且智能检查也正常 在医学上称为生理性记忆力减退 当然 如果记忆力减退程度严重 已经影响到日常生活 就属痴呆症了 因此 老年人记忆力不好 不一定都是痴呆的表现 三 老年痴呆肯定遗传 因为痴呆的发生 大多与出生后的不良生活方式 饮酒 吸烟等 虚体疾病 高血压病 脑动脉硬化等 文化程度 社会 心理因素等密切相关 预防痴呆 要从儿童时代开始 就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从小讲究精神卫生 可以降低痴呆的患病率 因此 遗传不是痴呆发生的主要原因 四 只有老人才会得的病 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率 确实与年龄密切相关 据统计 65岁以上人群发病率为5% 80岁以上发病率超过30% 然而 阿尔茨海默病已出现年轻化趋势 调查数据显示 天津 上海 广州等大城市 20年间 老年痴呆症患者平均年龄 由65岁提前至55岁 年轻了10岁 有专家认为 这可能与饮食 压力及环境污染有关 大量饮酒会影响大脑 长时间的压力过大 也可能导致老年痴呆提前出现 五 据说吃这些东西能补脑 是不是真的 靠谱吗 经常吃保健品 能补脑 假的 保健品在中老年人中 有比较高的地位 宣传的功效比较多 所以很多人愿意买 但是目前没有证据 说明保健品的逆转或改善神经系统疾病 也不能让人的记忆力增强 所以想用保健品 预防老年痴呆是不靠谱的 有的保健品里面含有退黑素 欧米加脂肪酸等物质 的确对大脑有益 但是通过食物也能补充 而且营养更均衡 六 痴呆是不能预防的 虽然目前还不清楚痴呆的病因 但有很多生理 心理 社会因素 可引起脑功能的衰退 如能消除和减少这些因素 就可以预防痴呆的发生 因此 老年人应心情开朗 心理平衡 淡泊名利 少计较得失 防止失落 被爱的心态 应多参加适合老年人的社会活动 集体育锻炼 养成合理用脑的习惯 如参加书法 绘画 读书等活动 一是大脑不生锈 从而缓解大脑的衰退 平常粗茶淡饭 多时补脑物质 如五谷杂粮 水果 蔬菜等 这对预防痴呆 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很多人为了给父母 或者自己 提前预防痴呆 第一选择 就是吃核桃 核桃当中含有丰富的DHA 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液 对于智力发育和维持智力 有着积极的作用 经常适量食用 还能不错地预防老年痴呆症的发生 值得注意的是 核桃当中含有较多的脂肪 适量即可 单日食用量不超过两枚 避免肥胖的发生 所以给于大爷问诊的医生也说了 预防老年痴呆 与其吃核桃 真不如多吃这六种食物 二 下面几种食物 是老年痴呆可兴 一 蓝莓 一种抗氧化能力较高的水果食物 其中富含维生素C 原花氢素 维生素K 膳食纤维等营养物质 对于增强和完善人体的认知能力 有不错的作用 另外常吃蓝莓 也可以增强身体的免疫能力 对于皮肤也有积极的作用 二 姜黄 姜黄 可能您不太熟悉 它是咖喱的最主要构成物质 一般除了作为香料以外 姜黄也被誉为一种天然的抗炎药 再提高大脑的抗氧化能力 和免疫能力方面有不错的作用 茶叶 茶叶中的类黄酮 主要是指黄丸酮和黄酮醇 目前喝茶已经被认定为 有益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当然我们建议大家喝茶的时候 最好选择富含茶多分的绿茶 可以达到不错的抗氧化作用 从而改善大家的认知功能 三 黑巧克力 注意是黑巧克力 不是各种添加巧克力 黑巧克力中富含黄酮醇 在抗氧化 抗炎方面存在不错的作用 对于心脑血管健康 和血压方面存在积极的作用 建议您每天可以稍微吃点 含糖量较高 不建议过量食用 四 柑橘类水果 比如像橙子 橘子 葡萄柚 柠檬等柑橘类水果 基本上都是富含黄丸酮的 其次经常多吃柑橘类水果 还可以有效地补充维生素C 可以达到不错的抗氧化效果 西红柿 一种普通的蔬果 西红柿中富含西红柿红素和维生素C 可以帮助细胞免受自由基的伤害 对于预防老年痴呆方面 也有一定的作用 五 猕猴桃 猕猴桃当中维生素C的含量 是非常丰富的 此物质可以刺激细胞胰岛素分泌 同时还具有抗氧化的作用 另外 猕猴桃当中的天然糖醇类物质 含量也是很高的 具有调节人体代谢功能的作用 经常吃猕猴桃 还可起到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作用 所以老年朋友 平时不妨多吃一些猕猴桃 五 山竹 山竹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水果 其中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常吃山竹 可以起到净化血液的作用 此外 山竹还具有调节胆固醇的作用 对预防动脉硬化 老年痴呆也有非常好的效果 但由于山竹含糖量较高 所以有糖尿病的老年朋友 要慎重食用 七 油性鱼类 对于脂肪酸来说 人体并不能自己生产 所以必须要靠饮食摄入来补充 鱼类 特别是深海鱼类食物中 富含欧米加三不饱和脂肪酸 像您听过的DHA和EPA 对于大脑有着很好的推进作用 其中 像鲑鱼 尊鱼 亚马紫油 南瓜紫油等食物 都是不错的选择 除了这些 建议大家在生活中 要靠谱补充各种维生素 偏向食用各种食物 一方面促进营养均衡的达成 另外一方面 也能延长大脑的退化速度 比如说维生素B6和维生素B12 记忆力 代表着您的大脑活力 饮食 睡眠和生活习惯共同下手 愿您的大脑青春涌住 三 老年痴呆的信号 一 语言发生障碍 老年痴呆症的主要症状是语言障碍 说话时不知道该用什么词语来表达 严重的老年痴呆症 会严重忘记某个词语 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替代 因为缺乏实质上的词汇 而出现空话连篇 让他人无法理解自己所表达的意思 严重的话不能说出物体的名称 二 书写困难 书写困难导致内容词不达意 这是痴呆症的表现 不能清晰写出自己所表达的意思 尤其是对于文化修养好的老年人 出现此问题更应该引起重视 书写错误一般和记忆力障碍有关 三 判断障碍 老年痴呆症不能更好的判断 某些事情会把东西放错位置 总是把东西放在不合适的地方 如把书本放在饭碗里 或把衣服放在冰箱中 四 精神障碍 随着年龄增长 老年人脾气会发生改变 但痴呆症老年人精神行为 会发生明显改变 情绪波动大 总是以自我为中心 会出现不明原因哭泣或愤怒 情绪上变得异常敏感和恐惧 脾气暴躁且固执 严重的话可出现短暂性幻觉或妄想 不易控制情绪 无记忆功能障碍 偶然忘记他人名字或电话 但几分钟后能重新回忆起来 这是正常现象 但是老年痴呆症会忘记 自己刚刚说过的话 以及做过的事 事后不能回忆起 会反复提问自己已经想通的问题 或反复说相同的事情 记忆障碍一般发生在早期 不能回忆起前几分钟发生的事情 六 视觉空间技术障碍 这里所说的 视觉空间技能障碍是迷路 即使走了一辈子的路 仍然会迷路 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该如何回家 严重的老年痴呆症 不知道此时是什么季节 也不知道是什么月份和年份 不能判断物体的具体位置 七 计算障碍 老年痴呆症中期 会出现计算障碍 计算力差 且思维迟钝 综合分析能力减退 买东西时总是算错账 会完全忘记数数字 甚至连最简单的加减乘数 都难以完成 四 五个伤脑的行为 55岁以后 希望你一个都别做 一 喜欢吃加工肉 科学家研究发现 喜欢吃加工肉制品的中老年人 比不吃加工肉的老人 患病几率高52% 比如经常吃火腿 培根 腊肉等肉制品 这类食物中含有较多的添加剂 其中有些成分对大脑有害 长期食用会降低脑细胞的更新速度 还会产生一定毒性 损伤大脑的存储功能 导致记性慢慢变差 二 经常吃高糖食物 中老年人大多数有血糖偏高的问题 殊不知 这一点也会影响认知能力 血液中的糖分过高 变得很浓稠 会损伤大脑内部的血管 患者的血糖水平越高 负责接收信息 处理信息的大脑组织负担越大 患上老年痴呆的风险也会增加 同时他们患上中风 糖尿病的概率也会升高 三 口味重 喜欢吃咸的食物 中老年人由于衰老的原因 味蕾也会慢慢衰退 喜欢吃咸的食物 基本上每天吃盐量都超过10克 吃得太咸 脑部血管压力变大 不能正常接收外界信号 于是出现缺氧 缺血的情况 导致脑部组织慢慢萎缩 引发老年痴呆 四 不爱社交 一个人居住 有的老年人早年丧偶 离婚 一个人居住习惯了 等到老了 儿女想接到一起住 无法适应 还是喜欢自己一个人住 平时喜欢在家里看报纸 看电视 不爱出门和他人社交 再加上子女忙于自己的工作和家庭 很少看望老人 更是让老人内心感到孤独 时间长了 就容易情绪低落 不利于身心健康 患上老年痴呆的风险 也会增加 呜呜 晚上睡不着 长期失眠 人老了 体内分泌的激素变少了 晚上睡眠时间也会缩短 可能睡四五个小时就会醒来 经常在凌晨三四点突然醒来 然后就睁着眼睛到天明 睡眠不仅仅是给身体提供休息的时间 还是为了保护大脑 让脑细胞存储能量 如果总是睡眠不足 你会发现大脑的思考能力下降了 六 预防大脑低灵化 不妨多做三件事 大脑就像一把菜刀 要经常使用 打磨才会变得锋利 如果长时间搁置不用 就会生锈变顿 对于大脑来说 最简单的锻炼方法就是多看 多记 用各种各样的数据信息 刺激脑细胞 比如说逻辑推理 看报纸 下象棋 记乐谱等 55岁以后 在饮食上要有所讲究 不能只吃素不吃荤 也不能光挑肉吃 要学会荤素搭配 粗细搭配 保证食物种类丰富 少放油 盐 糖 多吃高蛋白 粗纤维的食物 要做到人老心不老 空闲时间 不妨出去和同龄人交朋友 参加老年社团 经常去旅游开阔眼界 遇到不开心的事 也可以和老朋友倾诉 不要总是闷在心里暗自生气 心情好了 大脑也会受益 5 除了饮食外 还要注意做这三件事 一 关注心理 重视抑郁 焦虑 或其他心理健康问题的诊治 特别是老年期抑郁症 是痴呆的危险因素之一 需要高度重视和治疗 二 广泛社交 保持社交活动 有助于脑健康 鼓励老年人参与健康 且有意义的社交活动 做一个积极的社区活动参与者 三 挑战自我 挑战和活跃自己的思维 对认知功能是有益的 如设计一套家具 完成一个拼图游戏 参加艺术活动 玩桥牌游戏等 这些促进思维能力的活动 无论在当下 还是对未来都是很有好处的 此外 很多中老年朋友 因为记忆力下降 要求通过服药 来预防阿尔茨海默病 但是目前世界上 还没有一种药物 有确实的研究证明 可以预防阿尔茨海默病 建议按照上述的方法 长期坚持 有助于维持良好的认知能力 远离阿尔茨海默病 今天的分享 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还有哪些需要补充的呢 不妨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让更多的朋友受益 您的每一个留言 和每一个点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喜欢的话记得订阅 收藏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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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